当然天后李文于上个月骚然离世 消息震惊各界 过去他参与中国好声音时 曾当众怒斥赛之不公 今日再度流出一段 李文生前对节目组 做出多项指控的录音档 他在录音中激动地表示 自己罹患乳癌后 医生拼命劝阻他参加节目 但他真的很喜欢好声音 更带学员如同自己的孩子 没想要真心却换来绝情 与李文情同母女的歌后 珍妮多次透过社群平台发声 为李文讨公道 日前电视台宣布 正在调查大众反应的节目问题 因此节目将暂停播出 珍妮得知消息后激动地发文大哭 直呼正义之声万岁 并感谢所有人帮忙 他还在留言区透露 李文入梦抚摸自己的脸 也知道对方还会再来 盼望好友能安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